17岁的小菊爱上了45岁的店长 对方离过婚有一个儿子 在员工眼里他太软弱 总是对蛮不讲理的客人弯腰赔礼 干了大半辈子也没能升职 人生一个大写的杯子 反观小菊青春靓丽 一副高冷的艳势脸 在学校追求者众多 但父母离异 更早熟的他对同龄人根本不感兴趣 一个含苞正放 一个如同秋夜 但青春期的爱情总是那么单纯热烈 他会在课本上偷画店长的画像 会偷文店长的衬衣 他总是去办公室吃员工餐 创造和店长独处的机会 他丝毫不掩饰少女的炙热 但店长被盯得发毛 误以为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他 下班时男同事和小菊在雨中闲聊 目睹这一幕的店长叹息道 青春正好啊 闪闪发光 在他们眼里 我和垃圾没什么两样的 这天 客人不小心将手机落在店里 眼看对方骑着单车 就要消失在视线里 小菊一把抢过手机 像一头奔跑的羚羊 在飞速跑过两个路口后 终于将手机还给顾客 然而一回到店里 他却痛苦地跪倒在地 无法动弹 店长急忙搀扶起小菊 突然地肌肤知青 让他身体里的每个细胞仿佛被一股电流刺激 送到医院后 确诊为旧伤引起的炎症 原来小菊曾是孝田进队的医员 后来因为根腱断裂动了手术 可此时的小菊心思完全不在伤口上 店长手掌的温热一直在他心海荡漾 久久无法平静 第二天 店长提着礼品登门道歉 可小菊的妈妈却上班了不在家 两人来到街角的咖啡馆 店长端了一杯黑咖啡 他突然想起小菊不喜欢这种口味 于是变细法似地从手里变出一块糖 店长突然觉得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 随着时间在柔光中倒带 回到几个月前 从小热爱跑步的小菊 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 并创下女子100米11秒44的最好记录 可在一次训练时 他的跟腱不幸断裂 当无法继续内心的热爱 再也无法肆意地奔跑 他的世界开始进入雨季 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 于是艳势脸成为他的保护伞 替他遮住精神上 那永不停歇的倾盆大雨 这天从康复机构出来 外面下着雨 没有带伞的他走进一家餐厅 茫然无措地看着窗外 店里没什么客人 店长很快注意到 这个有些忧郁的女孩 出于善意 送去一杯黑咖啡 看到他呆滞的表情 以为他不喜欢这种口味 于是变细法似地 从手里变出一块糖 然后对小菊说道 雨是会停的 就是这么一个 微不足道的善意和鼓励 让小菊的心海里 升起一股暖意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哭过笑过后 果然雨过天晴 从迷茫沮丧心情中 走出来的小菊 正准备离开 恰逢一个女生前来面试 带着贪恋那份温暖 小菊便应聘在餐厅打工 并渐渐喜欢上店长 收回思绪 他更无法压制 那份蠢蠢欲动的心意 于是表白道 我喜欢你 可店长一副 如是重负的表情 木讷地把他表白 当作是员工喜欢上级的意思 小菊的教室 可以看到学校的操场 看着昔日的队友 在阳光下奔跑 想起曾经那段 耳旁有风的时光 于是情不自禁来到操场 正在训练的小瑶惊喜万分 两人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 小时候一起在沙滩上跑步 小瑶在后面追赶着 问她为什么跑那么快 小菊说 因为这种感觉很狠 但是在她受伤后 小瑶成为新的田径队长 于是要强的小菊开始疏远小瑶 两人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 荡然无存 触景伤情 小菊的世界又开始下雨 走着走着 她不知不觉 来到餐厅外 因为这里有让自己 唯一感到快乐的存在 执拗的她再次表白 诉说着满眼悲伤的喜欢 然后走进雨夜中 只剩下呆滞的店者 她终于明白 小菊的喜欢 是那种喜欢 但这段任性天真 且悬殊的感情 给这个中年男人带来的 只有无尽的忧虑 和情窦初开的少女 炙热得像一团火 第二天 将她堵在办公室 急切地想得到回应 青春的肆无忌惮 令店长苦恼不已 作为一个理智 且道德的成熟中年人 她告诉小菊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 我哪里好 可小菊认为 喜欢一个人 不需要理由 店长说 同龄人不需要 我和你需要 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就是个45岁 没梦想没希望 什么都没有的空壳大叔 可小菊什么道理 都停不进去 甚至铁了心 还要和她约会试试看 店长为让她 尽快意识到 两人的差距 便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小菊妆容清纯 如出水浮连 两人去看电影 去吃饭 做着大多数情侣 都会做的事 店长本以为 今天到此为止 可小菊意犹未尽 提议去她 平时最喜欢的地方 好让彼此加深了解 无奈的店长 只好带她来到书店 也就是在这里 小菊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店长 在书店侃侃而谈的她 与在餐厅唯眉懦懦的她 判若两人 年少时 她也有一个 炙热的作家梦 但进入社会后 生活压得她 再也抬不起比 逐渐变成一个 淋着雨走了 许久的大人 小菊问她 有没有推荐的书 店长说 书是不能推荐的 倘若不合胃口 你读起来是很痛苦的 最后会讨厌看书 但今天你来到这里 一定是某本书 在呼唤着你 而那本书 才是你当下最需要的 心有所无的小菊 徜徉在书的海洋里 很快 一本体育写真集 落入眼里 上面的女运动员 隐隐拨动她的心弦 另一边 店长捧着一本畅销的 波浪窗盘 作者千寻 是她大学时期的 同窗好友 两人都热爱文学 可好友靠写小说 功成名就 而她却一事无成 渐渐的 她不敢再与千寻联系 心有触动的店长 拿出稿纸和笔 却还是感到无力 第二天 小瑶扔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们的友谊 不止在田径场 小菊深受感动 两人相约来到夏日记上 就像从前那般 这时 小菊偶艺店长父子俩 她满心欢喜上前打招呼 嘴角的笑 眼里的光 都逃不过小瑶的眼睛 这是恋爱才有的表现 她试图将好友 拉回正常的轨道 对小菊说道 你抛下我们所有人 就为一个大叔 这样不恶心吗 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小菊说 我的事不用你管 两人大吵一架 闹得不欢而散 正晚 店长约了成为 畅销作家的好友千寻 两人来到曾经 最喜欢的苍蝇馆 回忆起当年 一起写作的美好 酒后三巡 她坦言自己不如好友 抛下家庭不管 立志当作家 如今双手皆空 在生活中 疲于奔命 千寻有些气恼 分别使对她说道 我们都是淋雨的大人 但也是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 心不在焉的小菊 打碎盘子 店长看到后 问她怎么回事 得知是吵架的缘故后 她告诉小菊 昨晚我和大学时期的好友 见了一面 自从毕业后 我们明明没有吵过架 却渐渐地疏远了 可一旦重逢 就瞬间回到原来的状态 店长感慨道 真是开心啊 一起度过的 无可替代的时间 也不会随着 时间的流转而遗忘 但如果你选择放弃 那你就会果足不前 小菊若有所思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她故意从训练的 小瑶身边路过 但要强的她 还是抹不下面子 等来到餐厅 一个高中女生 找上门来 她以车库线为起跑线 如同一颗出塘的子弹 飞到小菊的面前 女孩叫瑞西 是新转来的田青生 她脱下鞋子 露出和小菊一样的伤疤 她曾经也遭遇过 跟肩断裂 就在一蹶不振时 偶然在赛场上 看到小菊打破纪录的 拼搏身影 那一刻她暗下决心 一定要和这个人一决胜负 从那天后 她努力复健 重新一步步走回赛场 她说 跟肩断裂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试着去接受它 总有一天 你的记录会被我更新 不过 这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瑞西的出现 让小菊再次心乱融满 她不是怕跟肩不能恢复 而是恢复后 害怕重回赛场 守不住成绩 害怕输给别人 害怕再次跟肩断裂失败 原来冷漠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怯懦的心 几天后 小瑶突然跑来餐厅 11秒44 这是瑞西今天在比赛上的成绩 面对同病之人 对方已是自己望尘莫及的存在 今天店长感冒 没来上班 同事加赖走进办公室 作为名眼人 她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的一厢情愿 让店长感到困扰 但为了不让你快乐的事情再一次消失 所以没有拒绝你的接近 这番话 醍醐灌顶 她偶然想起前几晚 店长劝她不用来上班 去做心中真正想做的事 可她当时误认为是店长为躲避自己而找的借口 与布威胁 又被路灯切成丝 湿漉漉的小菊 撬开店长家的家门 她问 我的喜欢让你很困扰吗 店长说 当然不是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身上年轻的活力 青春的热血 对跑步的热爱 总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想起曾经追梦的自己 这不是困扰 相反 我要感激你 年轻有时 或是残忍粗暴的东西 即便如此 那时感受到的感情 总有一天 会成为你无可替代的财产 说话间 店停了 小菊仿佛听见心碎的声音 她伤心地抱住店长 面对青春的诱惑 没有哪个男人不为所动 但只有在黑暗中 她才敢露出一丝异乱情迷 不多时 店来了 一切又回归现实和理智 店长慌乱地说道 这是朋友间的拥抱 对不起 我不能回应你的感情 你除了恋爱 还有真正想做的事 店长将她送上车 作为朋友 拜托小菊有时间 教教自己的儿子跑步 话音刚落 瘦弱的她 就被风吹走 淋雨过后 高烧家具 她一直喊着小菊的名字 还半夜打电话给千寻 千寻看着那张 未起笔的稿纸 于是问她 你还在写小说吗 店长自嘲道 明知做不到 还是没有办法放弃 这是拖泥带水 碧蓝无边的海边 看着小菊叫儿子跑步 这如阳光般的存在 仿佛将她也带到 曾经的轻松岁月 去寻找内心深处 总想抓 却一直抓不住的东西 那一刻 她笑了 爱的欲望是真实的 爱的克制也是 一个是心有本物被搁浅 一个是心有本物被抽离 她唤起她曾经追梦的初心 找到遗落在角落的笔 而她是她路上的明灯 照亮前行的梦 野外不会一直下雨 人生也不会一直阴云密布 我们总能从昨日的阴霾中 等来破晓的曙光 几个月后 再次相遇已是无意间的邂逅 刚升职的店长 从总公司回来 小居复建后 恢复正常训练 恍如隔世的两人 隔着一段距离 以朋友的身份彼此问候 他们从相遇 相知 相互鼓励 到成为更好的人 这样的恋情 虽没有开花结果 但也很美 《恋如鱼纸》 改编自同名漫画 上映于2018年 爱情有时像一场雨 来势轰轰烈烈 电闪雷鸣 巴不得全世界 都知道这份浩荡心事 又或者 细心力力 连绵多日 将少女阴郁的心事 潜藏在心底 假如大叔 去回应这段 世俗的感情 也许他们短期内 会很幸福 会很甜蜜 但从长远看 懵懂天真的小菊 该如何去体谅 一个中年人的疲惫和无奈 该怎样和一个 无聊和腐朽的 中年人共度余生 而影片披着世俗外衣的壳 真正阐述的 是青春的悸动 与人生困苦的交织 以及在追梦路上跌倒 如何重拾信念 与力量的故事 人生路上时与时情 雨携来暧昧情愫 又洗去昨日阴霾 绵绵雨季后 终会迎来云霄雨季的情空 而那份爱也恍若隔世 可下雨时的那把伞 阴霾中的那束光 那瞬间的喜欢 瞬间的温暖 瞬间的慰藉 都是成长过程中 最真实而强大的希望 给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 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常唤不醒 错过风雨人潮 青苔斑驳 闻讯而不知晓 人生不能太过圆满 求而不得 未必是遗憾 一个心动随语而生 一份恋情随语而止 愿每个人都能遇见温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周四不见不散